不要浪费时间,不如说清楚,你现在买哪个照片呢?我没所谓的 这部快餐车是洪金宝第一部到国外取景的影片 结果就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香港票房2100万,台湾票房1亿台币,日本票房20.18亿日元 成龙、洪金宝、原镖三种不同的打斗风格,打戏精彩绝伦 尤其是最后成龙对打世界冠军宾妮尤奎德兹那场戏 被黑带杂志评为历史上最精彩的影视剧打斗场面第二名 仅次于李小龙猛龙过江 四舅最后会详细分析动作的细节 让人知道职业和常人的区别 西班牙巴塞罗那华侨青年阿龙与阿彪以经营快餐车为生 清晨铃声响起,两人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木桩锻炼身体 这里可以看出两兄弟的身材有多好 最后两人在队练拳击,就开始出门做生意了 两人的下楼方式也是十分独特 不坐电梯不下楼梯,而是直接从双户翻下去 阿彪要跳的时候,超市老板将遮阳布给收走 让其摔了个屁股堆 这里是由钱佳乐替身完成的 十分危险,大家千万不要模仿 当时钱佳乐造成了脊椎尾骨受伤 超市老板吐槽两人,你们中国人不会走楼梯吗 两人在洗车的时候走过来一个性感美女 阿彪都看愣了,不小心将水泼在了警察头上 阿龙赶紧拿来抹布让他擦 结果越擦越黑,白人变黑人 这里也是电影一大笑点 两人看着快餐车来到集市开始工作 快餐车只需要一键操作 立马就能变成一间小型饭馆 四舅当年看这段的时候特别希望也有一辆 这辆车的原型是三菱德里卡L300 三菱于1967年推出这款车型 电影中出现的是第二代 德里卡的第一个优势就是空间够大 车身长4米,而且还有平顶高顶两种款式 所以才能被改造为快餐车 在后排容纳那么多的厨具 除了空间大,性能也很好 搭载一台1.8升发动机,最大功率100马力 电影中的快餐车需要进行许多危险飞车动作 所以剧组还对底盘轮胎等各个位置进行了改造 在电影后面的追逐戏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餐馆搭建好之后 阿龙就骑着滑板开始招揽生意 本以为这段是替身 后面的花絮中才知道 龙叔玩起滑板也是这么的帅气 两人在这里的老顾客很多 生意自然不错 这时一群飞车党来到这里炸街 乌烟瘴气将客人都给赶走了 飞车党的头头是由亚洲第一飞人 柯寿良客串的 柯寿良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演员 还是特技车手 在经典港片《最佳拍档》里 柯寿良凭借剧中出色的特技飞车动作 一炮而红 为自己赢得了柯大胆的称号 在这部电影中 有很多的飞车镜头 都是由他亲自上阵 完成了所有的特技演出 柯寿良最著名的行为就是 1997年的飞越黄河 1997年 为了庆祝香港顺利回归 柯寿良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通过自己的表演来庆祝这一历史时刻 他成功飞越黄河后 这项史无前例的挑战 为柯寿良带来了一个新的称号 亚洲第一飞人 我们继续说回电影 阿龙和阿彪出手 将飞车党给教训了一顿 成龙这一脚真是太帅了 阿彪和阿龙的行为让外国人以为 中国人都会功夫 下班后 两人去精神病医院看望阿彪的父亲陈伯 在这里遇到了由吴耀翰客串的精神病人 这里有一个名场面 吴耀翰教会了两人修车 阿龙感叹道 老兄你这么聪明怎么会来这里的 神经和笨根本是两回事 知不知道笨猪 说的好有道理啊 精神病院里面果然都不是一般人啊 火晕邪神不就也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 吴马也在这里客串了一个病人 还要卷毛鸡 这是把五复星的剧场给搬过来了吧 陈伯在这里面的生活那是让人羡慕 左拥右抱还都是大美女 西班牙小姐冠军罗拉芳娜第一次闪亮登场 就将两兄弟给迷住了 陈伯在精神病院谈了个女朋友 罗拉是她的女儿 阿彪真是个大小子 看到美女老爸也不管了 立马要离开去泡妞 可是直男没有留下对方 阿彪爱上了罗拉 觉得她高贵大方 可能是一个公主 两人晚上在酒吧又遇到了罗拉 结果对方真的是一个公主 出嫁一万五千一夜 阿彪眼睁睁地看着女神被一个绅士给带走了 然而罗拉真实的身份是一个女趴手 趁男人脱衣服时拿到钱包离开 被人发现后赶紧躲到了快餐车上 阿彪将她藏了起来带回了家中 阿龙知道她是小偷后 说什么都不想带她上楼 可阿彪完全爱上了罗拉 说服阿龙将钱藏起来 就把罗拉带回了家 试验侦探毛笔的洪金宝出场了 开始主线人物 有一个富豪找到毛笔 让她帮自己找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竟然就是罗拉 两人白天醒来后 发现罗拉不见了 家里的钱也没了 更离谱的是 邻居家的车也被开走了 果然越漂亮的女人越不能信 罗拉开车不熟练 撞到了一个男子 男子正是毛笔 他没有认出罗拉 罗拉不放过任何一个偷钱的机会 一个相吻就拿到了毛笔的钱包 罗拉回家后 就遭到了神秘人的绑架 还好他给毛笔留下了地址 毛笔刚好来家找他 将他给救了出来 这时他才明白 罗拉就是自己找的女孩 但他不明白 为什么还有一伙人也在找罗拉 他找到富豪让他解释 富豪告诉他 那些人不是自己派过去的 毛笔觉得 这任务有点艰难 说什么都不想做了 富豪拿出一大笔钱给了毛笔 没办法 我是想拒绝的 但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毛笔知道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很难完成任务 他找到阿龙两兄弟帮忙 但之前他得罪过两兄弟 两兄弟不给他好脸色看 还让毛笔在一群西班牙人面前 说出这样的话 两人回家路上再次遇见了罗拉 罗拉正在被人追 两人来了个英雄救美 暴打了对方一顿 警察过来时 两人才知道是罗拉偷了对方的钱包 完了 这下成了共犯了 两人一招金蝉脱桥赶紧逃走 遇到这个女人就没幸运过 罗拉好像是赖上了两人 阿彪真是一个舔狗 被吭成这样了还相信罗拉 又将她带回了家 罗拉其实也是逼不得已 她母亲进了精神病院 她从小只能靠偷钱为生 阿龙知道后出言相劝 龙叔 你这么说话被打真的不亏 阿彪想了个好主意 让罗拉和他们一起坐快餐车 这里的背景音乐真的不错 摔倒可再翻身 是由成龙演唱 卢冠婷作曲 三人一起生活的片段很惬意 阿彪和阿龙也是大修特技 可在罗拉面前 这都是小意思 这里很清楚地看到了 是钱加勒替身完成的动作 然而好景不长 神秘人再次找上了门 用小女孩将罗拉诱骗过来 毛笔看到了这一幕 告诉了阿龙两兄弟 两兄弟就向罗拉后 立马开着快餐车逃走 这段的追逐戏也是十分的精彩 快餐车可以正着开 也可以倒着开 有很多的飞车镜头 都是由柯寿良完成的 最后他们靠快餐车上的道具 摆脱了追兵 两人对罗拉真正身份感到好奇 他们找到富豪 用暴力的方式逼迫她说出了真相 20年前 罗拉的母亲哥利亚 在伯爵家坐庸人时 伯爵将她给玷污了 导致有了身孕 伯爵夫人知道后 将哥利亚赶出了家门 如今伯爵死了 如果两周找不到伯爵的后代 遗产就由伯爵的堂弟继承 神秘人都是伯爵的堂弟派过来的 如今只剩下七天了 哥利亚肯定会有危险 三人决定去精神病院将她带走 就在出门的时候 门后就被一辆铲车给挡住了 来人正是堂弟找来的打手 这个打手可是个真正的高手 他就是喷气鸡宾尼 阿彪和阿龙被打翻 眼睁睁看着母女两人被带走了 电影中最精彩的一段 马上就来了 三人要一起去古堡救母女两人 为了能进去古堡 三人也是各显神通 龙叔不愧为跑酷鼻祖 这空翻动作不比专业的差 然而三人还是全被发现 那只能开打了 成龙对上的是宾尼 这段的打斗场面可谓精彩分成 被评为黑带杂志历史上最精彩的 影视剧打斗场面第二名 仅次于李小龙和恰克诺里斯 在猛龙过江中的打斗表演 两人先是玩起下半身动作 各种翻身躲避让人眼花缭乱 阿龙找到机会打中了宾尼 宾尼这舔嘴唇的动作 让人觉得是一头带爆发的狼王 果然宾尼来了个 极其刁钻的转身后踹 打了阿龙一个猝不及防 阿龙起身后就是一个左正灯 将其踹翻 宾尼要起身后又是一脚 这两脚把宾尼给打生气了 宾尼将阿龙所有假动作躲过 重重给了对方一拳 其他两兄弟情况也不好 毛笔对上的是幕后黑手唐蒂 两人PK的机箭 唐蒂是一位机箭高手 这里没明显的能看出来 面具下面是袁彪 而袁彪此时正在疯狂走位 躲避对方的进攻 袁彪靠的就是一个灵活 先消耗对方的体力 再找机会进攻 镜头继续切回阿龙 宾尼已经识破了他的进攻方式 一套连招那是打得阿龙毫无还手的机会 最后一记右摆拳打得阿龙怒气升天 阿龙想起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拿起凳子砸向宾尼 宾尼早有防备轻松躲过 给阿龙鼻子上来了一拳 宾尼这下完了 龙叔最恨别人打他鼻子了 就在宾尼将他按在地上的时候 阿龙用出了小手法进行反击 宾尼见招拆招 阿龙一点便宜都没占到 他继续发起进攻 宾尼这里找到机会 一个勾腿将阿龙撂倒 阿龙这下被打清醒了 自己不能太紧张 要放松全身 当练功一样跟他玩 宾尼看到这个样子 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 不敢贸然进攻 阿龙疯狂走位 打的就是一个出其不一 龙叔故意露出破绽 迫使对方出腿 翻身躲过之后 一个高边腿给其头部 来了个重重一击 龙叔的打戏虽然没有其他动作影星好看 但因为是戏曲出身 动作难度是真的高 龙叔也没有继续进攻 而是蹲在地上做起了热身运动 宾尼也渐渐找回了节奏 用出了招牌动作转身后踹 接神龙摆尾将阿龙撂倒 阿龙用夺命剪刀腿 夹住对方脑袋 攻打对方干部让对方放手 眼看都不管用 阿龙用出了脑氧弓 这才摆脱险境 起身后阿龙开始伸头鬼脸 第三次的时候被对方给击中了 第四回合阿龙开始走位防守 找到机会成功反杀 这招右腿高扫接左摆拳 真是太帅了 这一下直接给宾尼给打懵了 站都站不稳 下面完全就是阿龙的表演时间了 抱住对方猛揍 宾尼毕竟是龙叔最强的对手 他蹲下双臂防守 不让观察阿龙动作 阿龙这下无从下手 被对方给了一拳 阿龙这下生气了 跳起飞膝撞向对方 将其直接顶到窗外 两人毕竟没有血海深仇 阿龙将他救下 宾尼这下是真的服了 比起阿龙的险胜 阿彪就轻松多了 一直依靠障碍物躲闪 找到机会 用酒迷乱对方视线 完全一击必杀 两人和毛笔会合 三剑联盟无所不能 三人配合默契 一个攻上 一个攻下 一个攻其面部 击败了对方 电影最后 罗拉继承了伯爵的遗产 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公主 她没有忘记两位好朋友 暑假的时候 和他们一起坐快餐车 毛笔也成了一个 国际私家侦探 她接到了一个新任务 去非洲食人族部落 救一个人 这不就是预告 成龙的另一部电影 《我是谁》吗 快餐车是由洪进宝指导 李俊凯 邓景生编剧 成龙 洪进宝 原彪 劳拉福娜 吴耀翰 陈建勋 吴马 张冲 等人主演的动作片 在A计划中 三兄弟第一次合作 就有了很好的效果 票房和口碑大获成功 于是再度合作 打造了这部快餐车 和成龙以往电影不同的是 这才是去西班牙取景拍摄的 其实快餐车到西班牙取景 是有内情的 当年许多明星 被黑帮胁迫拍片 就连成龙也不能避免 家和老板邹文怀 为了保护成龙 所以让成龙离开香港拍戏 想去哪里就到哪里 刚好洪金堡也有感 香港取景地太少 而且许多地方 还拿不到拍摄许可证 所以快餐车 也就成了洪金堡 第一部到国外取景的影片 也让我们体验了 一把浓烈的异国风情 洪金堡成龙和原彪 组成的铁三角 是80年代最耀眼的一个组合 洪金堡成龙和原彪三兄弟 只要同时出现在一部电影里 那么这部电影 不仅会在当时票房大卖 也会在后来成为港片迷 必看的经典 除了这部快餐车 A计划 复兴高照 飞龙猛将等 都是经典电影 成龙 洪金堡 原彪的首次合作 是1963年的戏曲片 《小龙女》 三戏 白蛇精 当时的他们都是 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而且也没有多少戏份 基本都是跑龙套的待遇 之后的 《两壶十八彪》 《密宗胜首》 《众列图》 何其道也是如此 唯一不同的是 洪金堡已经晋升为主演 和动作导演了 后来 师兄弟三人才逐渐成名 成名的三人合作了A计划 这部电影可是一鸣惊人 在香港拿下了近2000万票房 日本拿下了31亿日元票房 韩国的年度票房冠军 台湾拿下了1.5亿台币 大幅度提高了台湾的票房记录 接着就是这部快餐车 为了让观众感到心意 洪金堡特意到西班牙取经 三人有个不同的打斗风格 尤其是成龙对战世界冠军 宾尼尤魁德兹那场戏 被黑带杂志评为 历史上最精彩的影视剧打斗场面第二名 票房也是大获成功 香港票房2100万年度第五 台湾票房1亿台币年度第四 日本票房更是达到了20.18亿日元 再加上亚洲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票房 快餐车的全球票房最终超过2000万美元 位列1984年 华语篇全球票房冠军 三人最后一部合作的电影 就是1988年的《飞龙猛将》 四九前两天刚解说过这部电影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这部电影演员更加的豪华 成家班 洪家班知名的演员都请来了 最后的大战是成龙和宾尼打 袁彪和周比利打 这部电影的票房成绩也很不错 以3358万港元的票房 位列年度第三名 第二名是成龙的新警察故事续集 全球拿下1800万美元 此后三人就没有同屏出现 后面在洪金堡指导的一个好人中 成龙主演 袁彪客串 也算是三兄弟再次合作 进入90年代后 成龙远赴好莱坞发展 洪金堡的票房号召力日渐示威 袁彪因为家庭原因退出演艺圈 拍片量锐剪 三兄弟再难有合作 三人不再合作不是有了矛盾 而是各自都有自己的发展道路 也没有电影公司找他们在一起合作 三兄弟的关系也是十分要好 在颁奖典礼上多次合照 三兄弟从小打到大 直到现在关系还那么好 着实不容易 除了铁三角 还有许多的黄金配角 电影中最搞笑的就是《无药汉》了 他的片段可是诞生了好多名场面 精神病只是精神有问题 而不是因为蠢 实力嘲讽了成龙和袁彪 后面三兄弟再次来医院的时候 还给三兄弟出了一个世纪难题 有三条虫排一条直线向前爬 前面第一条虫说 我后面有两条虫 最后面那条虫说 我前面有两条虫 但中间那条虫说 我前面没有虫 大家知道是为什么吗 《无药汉》演着精神病人 像真的一样 他最出彩的就是在《五复兴》系列 复兴高招的用意念开车 除了《无药汉》 还有卷毛陈建勋 陈建勋和洪金宝的关系十分要好 两人曾是德宝电影公司创始人 后来被潘迪生收购 德宝电影公司在八十年代中后期 曾和新议程家和齐鸣 出品过《皇家师姐》 《富贵逼人》 《秋天的童话》等经典 还有一位精神病人 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吴马老前辈 吴马曾是香港电影《活化石》 从邵氏到洪家班 再到内地参演影片 一生都奉献给了电影 他去世的时候 八位大佬为他赴灵 洪金宝 成龙 曾志伟 狄龙 江大卫 十天 月华和唐继礼 这么多年再回顾 这部快餐车是真的好看 如果三兄弟再次联手拍一部电影 你们觉得现在能有多少票房呢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球球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